不怕撒外面,最怕隔外面啊 就在全世界沿正以代的在进行防疫工作的时候 一群科学家们他们也在进行闭门会议 商讨为这个病毒做出一个适当的名字 到底让全球高度关注和担忧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应该叫做新型冠状病毒好了 还是应该叫做武汉肺炎好了 世界卫生组织把它暂定为2019NCOV Novacoronavirus的缩写 2019就是爆发的年份 但是这毕竟是英文嘛 而且世卫已经说了 这个名字是暂定而已 不是最终的名称哦 In December 2019 There was a cluster of pneumonia cases in China Investigations found that it was caused by a previously unknown virus Now named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啊 为个病毒取名字而已嘛 要想帮你家的小孩取名字将认真吗 比帮你家小孩取名字还要认真哦 你知道吗 为新型病毒取名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过程当中需要考量和顾虑的事情就很多了 就在全世界沿阵一带的在进行防疫工作的时候 一群科学家们他们也在进行闭门会议 商讨为这个病毒做出一个适当的名字 搞什么这些科学家很得空呗 都不要去研究那个抗病毒的疫苗咧 还在那边讨论什么病毒名字 唉 无聊 不是每个科学家一窝蜂的去研究疫苗 那个才叫做有贡献的 而且啊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小组叫做国际病毒分类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axonomy of Viruses 这样的一个委员会 他们专门呢就是为病毒命名和分类的 就是这一组人他们正在绞尽脑汁 想着如何为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呢来命名 广东话有句俗语是这么说的 不怕伤外名最怕改外名啊 可见改名字是多么的重要 你看哦 2009年H1N1病毒正式命名前呢 被叫做猪流感 埃及就因为这样大量宰杀猪之 可是事实上这个病毒是人传人不是猪啊 还有2015年的MIRT 中东呼吸道综合症这个名字呢 也曾经被批评触发了 针对个别宗教种族群体的抵制行为 简单来讲的就是 那个时候人人怕中东人 就像现在的武汉肺炎人人怕中国人 但是比较不一样的就是 中国人比中东人更广泛的分布在全球各地 海水到处有中国人嘛 所以真的要以禁止中国人入境的方法来阻止疫情扩散的话 可能只有北极和南极才可以门户开放 其实那些长期身处海外的中国人 他们也未必会反对这些国家的政府 暂时禁止他们的同乡入境的哦 毕竟堵着这个病毒传入的关口 是最有效的防疫步骤吗 不过话说回来专家就提醒 为病毒命名最好不要有动物国家或者地域名称 食物也不可以 不可以叫什么野味病毒 野生动物是无辜的受害者好吗 国际病毒分裂委员会 他们根据以往的疫情就举例说 名字取得最好的那个就是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英文叫 severe respiratory syndrome 简单来讲就是 SARS 费典 精简的来又有具体的描述性 最重要的就是 不会造成排挤和抵制吗 国际病毒分裂委员会就希望说 新的这个病毒名称 除了可以帮助公众了解病毒之外 也让研究人员 还有抗疫前线的战士们 不用浪费时间和产生误会 专注的去抗疫 假如你是国际病毒分裂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那你会给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取个什么样的名字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